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神 很多人做不夠的事情他都做不夠 就是我們的神 我們的保護神 我可以說這句到聖家民的地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些被罵的並不是說有什麼很大的不對 那就是因為那些都是很能幹的護士 我們醫院以前有很多很能幹的護士 一個成功的人他當然都有霸氣嘛 所以他脾氣非常差啦 所以很多的醫生 年輕醫生都很怕他 別科的也一樣 因為當別科事長誤診 當時我們儀器很少嘛 就一個X光科 X光而已全都沒有嘛 那麼都靠這個 檢驗也是簡單檢驗而已 所以食廠內科醫師是要誤診 誤診之後他都要罵了 這原因是應該的 因為這是牽涉了生命的問題 對吧 是扮人的死鳥問題 你沒有要求再嚴重 你不可以 阿兹不去你還吃 你不可以阿兹還吃的媽媽 不可以 就得了死鳥 靠你去笑他 而且呢 他開刀乾淨利落 因為我從台北來 我是那個 台北來的醫生 我去台北有看過很多開刀 從來沒有 他開得這麼 可以說這麼漂亮 他開個盲腸最快的速度 但是不是很胖的病人 只有八分鐘而已 從土到尾八分鐘 可以開個盲腸 開個胃二十六分 超超快的 他也做泌尿科 他再起腎臟 也是一二十分就好了 腎臟也開一兩小時 開個胃開幾個小時 他一般開胃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一般一小時之內 就差不多了 吃了很難開了 大部分 他技術很好就對了 總而言之 這年輕阿 三個抱妹有急診 那時候我們 值班都二十八個小時 我們都變回去了 我都沒回來 因為去給他感動 也不敢說 值班就是在便宜阿 病人馬上打一個電話 這個病人不好 還是說 車後來 等腳等手 他也是 其實他都唱一次 在外面等你 你感覺說沒法拚 欸 這米穿 穿衣 這米穿看 也是在旁邊等你阿 你外面等你很好阿 你感覺說 青菜來 不敢了嘛 所以這樣有真真真嗎 這是病人的福音耶 褲子沒有穿 躺在床上 我想他沒有床 大概 衣服沒有床 就這樣躺在床上 就這樣而已 你看 你晚上起來二十幾次 你還睡什麼 根本沒有辦法嘛 我們現在在說 就是 二十四小時都在旁邊 就是說 不管是 都在 四十 因為以前沒有急診 是所有的大小桌 都我們要減 你急診來 我也要減 我也要起來 事實是一樣 七點半 我們還要去 要準備 八點他要擦 我都要對 那些人追 你就知道 他就是一直工作 一直做 你很多工作的人都沒關係 他都沒有割到我 到外面我人 不懂 正義說 我如果沒有臉 我會偷偷 我就會偷偷 外面我會偷偷偷 我會偷偷偷偷 我會偷偷偷偷 我會偷偷偷偷偷 我會偷偷偷偷偷偷 不然我就要離開 這個工作 我沒辦法 因為每一邊 如果沒有臉 可以說都沒有臉 因為你就不管是 中間你也要起來 開桌你也要起來 那桌都開得很晚 他都開很多桌 後來有一個醫生 因為受不了這種 好像比均術更均術的 嚴格的這個工作情形 所以他裂壞了 未出血點 這樣離開我們外科 所以當時我們剩下一個 跟郭醫師跟我兩個 那麼兩個的話 我們當時情況是這個樣子 當時我還沒有結婚 所以我跟他一模一樣的工作 他跟準還有跟刀 還有看病還有做什麼都在一起 我就跟他 那麼郭醫師因為我太太 所以他跟了倫敦有一天 我們跟刀是兩天 比如說今天我跟刀 那明天是郭醫師 那麼但是因為我沒有結婚 所以我跟刀到以後 我就留在醫院裡 裡面也是恩賀 就跟他一樣 他比如說有基準 我看了以後 請他過來看 就這樣工作 我連續工作了三個多月 後來我受不了趕快結婚了 其實他也不是一個很健康的人 他本身 從頭到尾 想給你看 他本身假裝先走 所以他開過道 假裝先他本身被開過道 他有什麼病 就是假裝先走 就開過道 還有肺結核 還有這個 這個善氣 也開過道 還有這個 筋膜曲張也開過道 所以他以自己有病之身 能夠用他一股力量 就精神 天主給他的支持力量 還有他的工作精神 能夠這樣的話 我認為世界上已經找不到了 甚至於連死牌子都 我真的做不到 聽說 他怎麼會有什麼面對 還有他 因為他不在乎 那他不在乎 他就做到 一個小時 所以在乎 他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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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的便宜 正常都知道嘛 他都顧便宜 顧販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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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啊 不會亂走啊 可能 我在想說 他如果去台北也不會坐火車 我們以前都火車 很寒慢喔 他就生活白癡啊 就是一心就是給病人啊 所以他就很感動啊 所以你說我該做法 我來跟他走 我不跟他走 他跟一般醫生不說笑 他會跟病人撒嬌 跟說笑 這個帶給他快樂 今天有槍耳力的精神祖祝嘛 因為給他鼓勵啦 或者是說你找到我們問題啦 而且呢 看他所有的那個 雖然說沒有資金 但是那麼少的錢 他還是盡量省下來 就送給 我親自看到他送給 送給這個需要 有些住院病人很窮 那就送給他 所以他們不留一分一毫在身邊 還有 包括他在看病人這個中間 如果是有急診的病人來 是大出血什麼 他馬上一定會先進去開 進去開的時候 有時候 病人一定會等很久了嘛 因為你要照味都沒吃飯 但是病人從來沒有人說 在那邊叫 他說我撞不住了 我撞誰 大家都正怪過在那裡來 然後病人看到他都很安心的感覺 所以病人不會吵我們 醫生怎麼不來 醫生就去叫一個患者 患者是怎樣 所以你看 給大家患者都安分得很好 神父修士修女當中 最讓我感動的就是他 因為他雖然不是修道人 但是他 他的那種奉獻 奉獻的精神 而且餵病人是24個小時 實在很了不起 我就想 我即使跟修女他們一起修道 但是我 我一定沒有辦法 像他這樣的 而且因為他很出名 所以全省的這個病犯 也是救了不少 雖然裡面沒有什麼醫生 技術又不好 只要沒有他在這邊的話 我們南南地區不知道要多數幾 遠數幾十萬人說不定 這幾十年來 他救活了無數 這個不能用算的 不知道有多少 就因為他的精湛的技術 還有他服務的精神 救活我們很多南南地區的人 還有包括我們台灣省 來自各地 來自花蓮 屏東 還有全省各地的人 都來找他開道 找他治療 他一個人 你看那個時候照顧病人 兩百多床 兩百多床都客滿 每天都客滿 所以這種精神 真的不是那麼的 所以現在想起來 真的他太偉大 他真的太偉大 我沒有用那個 任何的語言來形容 所以我 最後我 我覺得是認為說 我很崇拜他 而且我也有幸能夠跟他學習 我不是政科的 但是我們就是有 去那裡 考上執照的時候 每次有公家院要請我 我就想說 捨不得放他在這裡 我們家裡都配合得很好 所以我怎麼敢走 不敢走 那也要放棄的工作 公家機構 我就想在這裡做 沒有啊 我就定義說 這樣 當我走到北京 我只會這樣 看台這樣 一日五一四 總政府 好況我是當於主帝 當於本帝也成為我們爸爸 什麼 什麼 現在說到你一笑 他一直跟我們說 他很好 開桌到桶櫃子 鐵桶櫃子 鐵桶櫃子 人家倒去 這是最完美的結局 尤其要開地生 開自創 最後一陣 封上去 人家倒去 那就是完美的結局 那就是完美的結局 那就是這樣 自創 自創症 沒有危險嘛 不然那些 沒有什麼 還可以 沒有問題 病人還安全 還考量 如果不是別的 不是 如果腳上線 就是這樣 你開到包裡 倒下去 病人的危險 症狀最好 比較沒有問題 症狀最好 最後一陣 封上去 就表示完結了 才可以倒下去 然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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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